這個時候我二十歲耶 二十歲的時候 這時候剛 慣第一張唱片 我的男朋友 那個時候叫玻璃唱片公司 那這一張呢 這是海山唱片公司 這時候已經有東方維納斯的外號 這個這麼中國風的 這張唱片是我入中國電視公司 第一張的宣傳照片 這一張 師傅 你穿得比較清涼些 二十一歲左右 師傅 你用貓中 以前的妝都穿起來 沒有沒有 剛才那個二十一歲的 那個是涼快的衣服 是 這張有個對比 這張是和寇世勳先生 一塊演的那個 上錯天堂 投錯胎 我還有印象的 很有名的一個連續勛男 這時候已經三十五歲了 這一張 師傅你年輕的時候 跟現在很像 這三十九歲已經出家了 我聽說師傅剛出家的時候 其實全家人 像小哥就在講了 他剛開始也是很傷腦筋的 因為那時候那個 師傅剛出家的時候 心地太善良了 那時候他已經把他的錢 幾乎都是 該捐的就捐了 善盡千金啊 對 該給的都給掉 後來身上呢 幾乎是要幾千塊 一千塊 兩千塊 還得靠這個 兩個弟弟稍微支柱一下 那有一次呢 我聽說小哥呢 他有時候譬如說 碰到法師回家了 他就 這樣好了 師傅你就拿五萬塊錢 放在身邊 有時候想吃點什麼 想用點什麼 還好兩個弟弟都是大戶 結果還沒講完 我們這個師傅呢 二話不說 走到樓下 看到那個賣口香糖的 五萬全部拿給他 唉唷師傅 口香糖 趕快懷疑 說喔 今天賺到五萬塊 自己還沒去 大發慈悲心 你看你多麼愛你 我們多麼愛我們自己 對不對 愛漂亮 這個冷了 坐穿衣服 餓了趕快吃 熱了趕快吹冷氣 夏天趕快跳到游泳池裡面 我們這麼愛我們自己 都不能掌握我們的軀殼 時間到了 我們就走了 還是要還給他的 所以這麼愛自己的情況下 都不能掌握自己的軀殼 你怎麼能掌握別人身體裡面的心呢 謝謝 謝謝 我鼻子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紅分家人 南無阿彌陀佛 都是禍根 南無阿彌陀佛 送這上身 阿彌陀佛 請這上根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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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酒也空空空啊 舍也空空空啊 菜也空空空啊 漆也空空空啊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欢迎台师群星位特别来宾 横竖法师 有请师傅 有请 如果是新冠家继续 不可以你这个阿弥陀佛 不可以阿弥陀佛 不可以阿弥陀佛 如果是为了爱情 失败心别爱 就来喝这个新嘴 新嘴我给你感知 我赞你感知 我赞你感知 在啦 不行不行 可以喝酒啊 师父啊 不可以喝酒啊 不可以喝酒啊 哎呀 这个酒后啊 这个乱性啊 哎呦 其实这个人迷乐佛 不是甘是没有喝酒 迷乐佛 迷乐佛没有喝酒 最迷乐呢 祭公师父就喝酒了 祭公师父啊 那怎么不能喝酒呢 当然啦 在佛门的戒律里面 这个 酒色财气 哎呀 这一喝酒的话呢 这个人整个这个性就乱掉了 很想知道 师父年轻的时候呢 是非常美艳的巨星 但是今天变成佛门的地 变成师父 等一下 你要问我才对 因为在我还是这个 刚出道的时候呢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还在西餐厅跑场的时候 那时候师父呢 已经是非常非常 红牌的巨星 而且真的是美艳巨星 那当他们没说看不见我们这些新人呢 对我把我们这些小妹妹呢 当成孩子就说 真小吻 她这个少女实在很漂亮 真的 现在有点走样了 师父 那倒是没有 师父不会骗人 她那个时候 梳了那个香菇头 对啦 唱那个日本歌 她的嗓子非常的浑厚 是啦 那也是我啦 真好听 但是当初呢 在你年轻的时候 有多少那种男生信徒 每次看到师父 师父请开示 师父请开示 没有开示 没有开示 没有让我开示 我来说开示啦 直接拿这个现金来供养 哎呦 但是现在要来看看师父 为年轻到现在 你有很多照片 回味一下 其实这些照片 是我非常 我个人非常非常熟悉的脸孔 好细喔 对 来 前面 前面 这个是我二十岁耶 二十岁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的男朋友 刚贯第一张唱片 我的男朋友 那个时候叫玻璃唱片公司 那这一张呢 这是海山唱片公司 这时候已经有东方维纳斯的外号 这个这么中国风的 这张唱片 是我入中国电视公司 第一张的宣传照片 哎呦呦 这一张师父 真的 您穿得比较清凉些 21岁左右 哎呦 哦 师父 您穿得比较清凉 以前的装的色彩 没有没有 刚才那个 21岁的那个 那个是凉快的衣服 是 这张有个对比 这张是和寇世勋先生 一块演的那个 上错天堂 头错胎 头错胎 哎呦 我还有印象的 很有名的一个连续训 这个时候已经35岁了 哎呦 这一张师父 您年轻的时候 跟现在很像 这39岁已经出家了 师父您39岁就出家了 我33岁归一佛门 然后经过六年的挣扎 嗯 最后呢 还是走 还是走向这个所谓的 你们刚才唱的什么 空嘛 空门 这个空 这个空门 其实啊 并不是完全空 真空是妙有的 哎呦 真空中 顿生妙有 你们现在看我好像很空 其实 内在是很妙有的 还是很丰富的 其实我看你永远都是这么丰富的 是吗 从我认识你以来 我年轻呢 就怕碰到骗子 哎呦 对了 这个爱情这个东西啊 是短暂的 所以很多这个信众 到我这边来讲 师父 我老公劈腿了 哎呀 我说笨死了 劈腿你哭什么哭啊 我们可以转换这个心情 换我们劈别人 对 啊 喂喂 我们 你看你多么爱你 我们多么爱我们自己 对 爱漂亮 这个冷了 坐穿衣服 饿了赶快吃 热了赶快吹冷气 夏天赶快跳到游泳池里面 我们这么爱我们自己 都不能掌握我们的躯壳 时间到了 我们就走了 还是要还给他的 所以这么爱自己的情况下 都不能掌握自己的躯壳 你怎么能掌握别人身体里面的心呢 说的也是 就是说嘛 所以呢这个爱情啊 千万要相当要平等 你爱我多少 我就爱你多 多少 要在天平上爱 是不是很难 不能歪一边 都是我爱你 你不爱我 我干嘛 对 那就没意思了 这个爱情有办法用在天平里面吧 那当然了 就是说你爱我多少 我们这个付出要相当要平等 所以要控制自己就对了 如果他爱我五分 我也控制我自己爱他五分 自己要有点保留五分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如果你全力以赴的话 你看天平呢 他越走越远 你说越往前的话 就一定会歪一边 他说他走远了 你也走远一点 等他冷静之后 他在这走回来 师父 是这意思吗 我是劝天下的朋友们 像这个叶爱玲 结了婚了 结了婚就要 您为女人 就要有一个观念 要夫自 要高过天 懂吗 听懂了吗 我一直都是这样了 师父 台上要像一个艳心 回到家里面 要像个嘱咐 要煮一手的好菜 把你老公抓住 是的 到了房间你要像 像卡门 你反应太快了 师父我请记在心 这样好了 我们请师父先唱一首歌 对 我最喜欢这个 有首歌很现实 是 这个爱情的片子太多了 大家要睁开眼睛 看清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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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黑 来 小黑跳个舞吧 小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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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 你是煩惹下意 也真真 讓你騙騙去 我愛你 心想吹佩智 別著無緣作 離去 啊啊 我愛你 我愛你 阿 夢你 你的榮幸倒對在哪裡 其實我覺得這通融都生鏽了 不會不會 你有時候平常講的這個 這講話講很多嗎 平常有時候有信眾到我金色喝茶 他們想要問一些問題的時候會說點話 大部分都是念經的時候或者是做法會 這個咒唸多了以後高音就唱不來了 好像念佛經通常要有共鳴 那所以會不會比較傷喉嚨 我覺得順哥你示範一下我覺得順哥唸得不錯 真的嗎 是唸大悲咒這種 可以 大悲咒好了 但是我那個大悲咒是因為小時候有個師傅教我 那個讀音不知道準不準 真的啊 讓師傅聽 師傅不能再念了 我也念得好耶 好有共鳴喔 好有共鳴的音不錯喔 師傅其實師傅我們都知道您修的是世間法 對 好像跟以前那些方法比較不太一樣 什麼叫世間法 對 世間法呢就是走入紅塵 在紅塵裡面也可以修法 嗯 不一定說每個人出家 或者是每個人一定要 一定要替光頭來修行 嗯 我覺得呢 我們人呢 就隨遇而安 我們要在這個紅塵裡面 要能夠修持才是一個功夫 是是 聽說您每周六還是跟家人 有打打小麻這樣的習慣 喔 那我和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 爸爸今年已經86歲了 我的母親今年80歲了 對面坐那個阿姨 左邊呢看爸爸 右邊看媽媽 五千塊錢逛花園 看一天我就多賺一天 哎呦 對呀 家中有一老啊 如有一寶 我有兩寶啊 哎呀 真是最幸福的 對 所以我說佛啊 對不起啊 我的父母親 這很多事情要跟佛先禱告一下 這個佛很慈悲的 他一定會答應你的 因為佛 佛肯定看得出來您現在的需要 有時候呢 很多爸爸媽媽因為孩子出家去 他們很擔心 第一他們看不到 那究竟呢 這孩子去哪裡了 他們也不知道他怎麼樣去修行 所以難免有一些擔心啊 那像師父這樣子 天天在家裡呢 陪著父母親 他們都知道他在做什麼 而且呢很放心 不會像少一個孩子 其實呢有一個孩子呢出家 在家裡算是呢 就是光耀久足啊 沒錯 很多人都不知道 有很多人認為出家一定要辭親斷愛 我覺得 這樣太不合這種常理 就不合不人性 太殘忍了 不過聽說這個師父剛出家的時候 其實全家人像小哥就在講了 他剛開始也是很傷腦筋的 因為那時候那個師父剛出家的時候 心地太善良了 那時候他已經把他的錢幾乎都是 該捐的就捐了 散盡千斤啊 對 該給的都給掉 後來身上呢幾乎是要幾千塊 一千塊兩千塊 還得靠這個兩個弟弟稍微支柱一下 那有一次呢我聽說小哥呢 他有時候譬如說碰到法師回家了 他就這樣好了 那個師父你就拿五萬塊錢放在身邊 有時候想吃點什麼 想用點什麼 還好兩個弟弟都是大戶 結果還沒講完了 我們這個師父呢 二話不說 走到樓下 看到那個賣口香糖的 五萬全部拿給他 唉唷 師父 口香糖 我還滿意的 今天賺到五萬塊 我自己還沒去 大發慈悲心 其實我覺得 有的時候不一定要財去布師 有時候無畏師和法師 就是比這個財師更好 無所思變無所布師啊 對啊 不一定要花錢來供養 來布師 我覺得這是我後來所體悟到的 對不起 師父你平常還聽歌唱歌嗎 很少很少 在家裡有卡拉OK嗎 也沒有 在攝影場 也許是以前就這行啊 幹了太久了 已經吊心吊霸的 吊心吊霸 看下去會怕嗎 這個歌已經差不多二十年都沒有唱了 所以有時候也會不熟對不對 啊 對 不過最近呢我們演藝圈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這個新聞 不曉得這個師父有沒有注意到 像有些人劈腿啦 有些人未婚這個懷孕啊 還有一些家暴事件啊 對 這些事情師父您有什麼看法 跟我們開示一下 嗯 好像也聽說您這個 晚上對於資訊類您也沒有放過 半夜也會上網去跟他交個朋友 好厲害唷 我的是 我的修行方式是這樣 吃飽了 睡飽了 然後再來做功課 也不是一樣四點鐘起床 哎呦 下午四點 也許兩點鐘的時候高 也許半夜兩點鐘高凌峰還在我的今室啊 跟我談一些佛法也不一定 嗯 所以他兩點鐘走 我怎麼可能四點鐘起來做早課呢 是啊 那根本就是騙佛嘛 對不對 乾脆就先承認 那當然是睡飽了以後 睡到下午也沒關係 對對 睡醒了再來做功課 比如說像皮特問題啦 家暴啦 未婚懷孕啦 甚至現在的狗仔文化有點討人厭這樣子 我覺得呢 水能載舟也能輔舟 嗯 這個狗仔文化 大家心裡有鬼的時候就怕這些狗仔文化 是 當你心裡坦蕩蕩的時候 你就很希望很喜歡新聞記者 來對你的言行舉止做美化的報導 嗯 所以呢我也曾經被狗仔隊追過 他們常常暗中跟著我 有沒有跟男人啊 吃宵夜啊 或者是說到飯店去了啊什麼的啊 哎呦 跟了很久以後都發現我走來走去都是餵流浪狗啊 或者是餵流浪貓 他們也就沒興趣了 嗯 所以呢這個新聞媒體在目前在台灣啊 哇我覺得不能說泛滥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應該怎麼解釋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 嗯 就是看當事人的心裡 你心裡有事了 你當然不願意被他們知道 可是有時候譬如說 在有的大明星啊 在菜市場逛街啦 或者是騎腳踏車 騎腳踏車我會不會做壞事 買名牌 台風天那個半夜 哪有 我就懷疑他去中山北路敲玻璃 不是 我跟你說 各行各業都有他們的甘苦 也許他們報社的總編輯啊 盯他們盯得很緊 每個人都在夾縫中啊 都要生存 所以呢 得饒人處 且饒人 這個狗仔文化也沒那麼恐怖 嗯 有的時候呢 加以這個巧妙的運用呢 也可以幫助我們達到陽明立萬 是嗎 就像我來你們這個節目一樣 是 我一樣和你們這個 可以見到我紅塵的老朋友 我一樣可以運用這個媒體 來弘揚我最喜歡的藥師佛法 哎呦 那今天我們要求一個呢 這個身體健康 對 是不是師父有帶什麼咒語來 讓我們感化一下 對呀 像我最近胃長長脹氣啊 對啊 都不會好耶 是是 這個藥師佛呢 是一個現世利益眾生的一個法門 是 這個法門裡面可以求富貴 求光位 求子女 嗯 求長壽 求健康啊 這是東方的法門 東方的法門呢 是你可以求 所以我常常對他們說 您愛心肯肚子才肯肚子 哦 是是是是是是 愛吃飯配菜隨眼主菜 吃飯呢 並不是吃吃飯並不是修行的條件 嗯 所以以後有因緣 大家跟我來修行的時候 是是是 我一樣開放很自在的門檻 讓他們大家都會不會覺得佛法這麼嚴肅 佛法是彩色的 佛法是健康的 佛法可以快樂的唱歌 佛法可以快樂的跟家人在一起 佛法可以輕鬆自在 佛法還可以把我心愛的狗兒子帶來 哎呦他已經睡著了 張曉黑真是幸福無比啊 真的 很多人希望當他呢 佛法的歌曲呢 如果用這個傳統的這個聲音來表達的話 是是 也許會枯燥一點 我呢比較喜歡 將我的思想 讓年輕人呢 有某種啟發 活潑生活化 希望他們在這個八世田裡面 種點佛的種子 哎呦那太好了 所以呢 我可以將這個佛 這個要是佛的咒語呢 就編在rap裡面 哎呦 然後呢 要是佛的歌曲呢 我用安氏奈美惠的歌來修改一下 哇 好厲害 但是也需要兩個合音 可以可以可以 你們就讚嘆要是佛吧 好 不過你們兩個都站在這 我一指揮你們只要唱要是佛就可以了 哎呀 那簡單啊 OK 老師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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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頓 一頓 一頓 二頓 人生的机遇是变幻又无常 茫茫的苦海中 炫耀如红尘来针 修心无关爱 短尘老亲爱 能心快乐自在 连修几下如意大牌 要是否 他能带给你快乐自在 要是否 他能随心埋怨嚣张 要是否 大家迹象如意抗胎 让我们一起来 真心诚意喊出来 要是否 他能带给你快乐自在 要是否 他能随心埋怨嚣张 要是否 大家迹象如意抗胎 这样的灯心中 不忘钥匙流离光如来 孤雅 谢谢班老师 谢谢梁绍艺乐观菩萨 谢谢 这里要继续上诺节目 好 谢谢大家